你做好之後,它也有跟PowerPoint一樣有自己的格式 所以我只要這邊按儲存,左上角這裡 就可以存下來,它的副檔點有點長 Atee Printed Project,有沒有 Atee Printed Project 比較長一點,你把它儲存一下 把它儲存一下,假設我存在桌面上好了 儲存 那麼您存下來之後呢,它會有兩個資料夾 如果你有影片的話,會有兩個資料夾,或是聲音 如果你有圖片,像我們這個圖片比較小的 它會直接存在專案檔裡面 那您看我回到我的桌面上 我回到我的桌面上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 這個,那還會有一個 看一下,會命名 應該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資料夾,它好像還沒有顯示出來 就是如果它標準的話呢 就是除了專案檔 它還會有一個相同名稱 一個Five的資料夾 所以您在 帶去不同電腦的時候 記得那個資料夾要保留 這樣您要編輯它,下次才OK 那專案檔所存完怎麼輸出 從上面這邊 從上面這邊,您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導出 你看,它可以輸出 完全免費的就是前面這一段 後面這段可以用 但是會有符水印 前面這一段是完全免費的 有沒有視訊跟圖片 那麼後面這些呢,就是它會有符水印 因為它可以做互動式的教材 所以我們現在要輸出視訊 我就勾一下視訊 您會發現呢 它預設輸出的就是MP4的格式 就是MP4格式 那就可以照這樣直接輸出就好 它就會照我們左手邊 頭影片的順序 一張一張 你幫您做 就是連接起來 變成一段影片 那至於每一段 頭影片播放的時間呢 您都可以在它左上角這邊看到 每一段頭影片 如果你裡面沒有其他物件的話 它預設一張頭影片就是3秒鐘 如果你有像我們影片或者聲音 那它就會依據你的聲音或影片的長段 自動延伸 假設您的頭影片的時間要稍微長一點的 要稍微長一點的 您可以在這邊 我點到它之後 在我們右手邊這裡 一般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頭影片的時間 好 在一般裡面就可以看到 調整那個頭影片的時間 好 所以 原則上大概是像這樣子 您應該就會發現說 我們今天介紹兩個軟體 OBS 還有Edipenter 使用上 是相對 比較容易一點 它沒有太複雜的介面 您只要多稍微練習一下 應該可以很快就上手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OK嗎 都沒問題 獎品有想要帶回家嗎 剛剛那位犧牲這項的同學 我一定要送他一個 哈哈哈 你要哪一個 來 這裡 你想要哪一個 有女朋友了嗎 那是那個 魚骨 魚骨 對啊 你完全不為你女朋友打算 哈哈哈哈 好 OK 這個就送給你了 這個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